死亡人數真的超過正常值了嗎 來看內政部統計 疫情最初死亡人數1.3萬 到了隔年增加2000人 2022今年是來到了1.7萬 如果扣掉120位自然死亡的人數來看 那麼超額死亡超過4000人 我們的這個死亡率大概是 千分之1.2左右 那根據鄰近的國家 這樣的一個死亡率 應該還是在水平之上 這幾天就是一個關鍵 因為這幾天就是死亡數字 都衝到兩百多了 專家認為單看死亡人數不夠精準 以疫情高峰五月來看 死亡人口的確比前年增加31% 單月死亡多了4137人 扣掉自然老死 超額死亡4000人 也包含五月份 因確診過世的一千三百九十人 專家建議中央公佈全死因 從死亡人數中找出可控制因素 來做改善 其中關鍵包括早期診斷 早期投藥能大大降低死亡率 也要適度放寬給藥條件 別等症狀出現後才給藥 另外也因公佈死亡病患 接種的疫苗組合 我們現在給藥比率很高 百分之五點多嘛 如果給的時間都不對 如果說疫苗的組合 這個跟死亡之間的關係呢 也能夠公佈的話呢 那這個大家未來在選擇疫苗的時候呢 也能夠多一層的一個保護力 專家認為若只是按照現況公佈年齡 打幾劑疫苗有無慢性病 這些都是不可控因素 並不能改善死亡率 應該找出可控死因 針對高風險患者 盡量快速投藥等措施 才是控制疫情好壞的關鍵 進行無迴旋猜猜如瑜伽未從不斗